今天民進黨立委陳其邁爆料 生產維力炸醬麵的維力公司 也曾經使用了北海油品 要求衛福部趕快調查 但是維力公司晚間出面澄清 說從102年的下半年開始 就沒有使用到了北海溫體油 強調目前的產品絕對安全 因此不會下架 問題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立委驚爆又有另外一家大廠 捲入風暴裡 他今年維力公司的豬油產品 150噸都是透過強冠向日本進口 這個我查過 但是在去年102年 整年度他有498噸的精緻豬油 是跟北海油脂來購買 民進黨立委陳其邁召開記者會爆料 售出發票影本 指出維力食品公司 去年曾經向北海油脂購買 大量精緻豬油 質疑是不是連維力公司也中標 所以為什麼衛福部 其實早就知道 我相信衛福部的官員知道我在講什麼 他們知道整個這個油品的一個流向 但是為什麼碰到像維力這種大廠 同樣的事件就一再發生 立委大爆料要求衛福部 競速查清油品來源 維力公司終於出面回應 去年以前北海確實是我們的供應商之一 但是從102年的下半年開始 我們就跟他沒有再交易 但是他當初的每一批進貨 其實我們檢驗也都沒有問題 那從102年下半年開始 我們用比較進口的高級的這個 進口豬油 所以說 而且最近那個衛生單位 其實來查檢查爾 其實也沒有指出有任何問題 所以說現在市面上的 所有維力的產品 是絕對是安全無疑 強調自家產品沒問題 因此不會下架 至於102年之前的產品 是否有問題 維力公司表示會調查清楚 再做說明 聯合報林雲婷李瑞玲彰化報導 聯合報林雲婷李瑞玲瓦